那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在敢拱韩国瑜 我也是别这样了 我曾经看到过当时有侨胞 是跪下来哭着 跟韩国瑜说你必须要站出来 不然你对不起中华民国 那当然最后他当时扛起了这个责任 韩国瑜有没有去助选 没有被邀请 没有被邀请 我叫韩国瑜我就自己去了 自己拎个包袱就上台了 其实我不好说是谁 有些人去助选是真的自己去的 当中并没有邀请 或者当中并不希望 因为他们认为会赢 不想让别人蹭这个光环 所以他其实是并没有邀请某些人 但他们自己去助选了 国瑜兄要多听一下韩粉的对他的呼吁 照韩粉的意志做事 我觉得就对了 这个就危险了 这个不好说 因为他现在已经低调到连公益活动都不太敢出息 很怕又有些地外的联想 他以前不是虽千万人无王也 扛过了 现在不想再变成党内这个斗争的棋子 被拿来当自由时报穿小鞋的对象 不过他对于提振南英时期还是有很大帮助 对韩粉都起来的话 可以还是替这个国民党会增加很多歧视 我是觉得他那个能量很大的 对不要小看自己能量 韩粉们也从来不忘自菲薄 对我们韩粉 我也是韩粉之一 当时追着他南北去给他的那个场合去给他 你也是认为他被选不可的其中一个人 2020的时候 当时那次在台中的场子 多感人啊 地上那个水差不多半尺深啊 而且韩粉 我们韩粉是超族群的 很多这些 哇这些这些阿公阿嬷 那天晚上也在那边 上面下着大雨 下面是一片泥泥 哇那个热情真的是 真的是令人感动啊 真的这些能量哈 我觉得啊 还是台湾的正能量啊 对啊 其实成功不必在我啦 不管到时候 这个初选提名 最后是什么人 我相信他会 一定会全力帮忙 辅选 但是不希望这个时候变成 大家这个 好像谁为了那个位置要争夺 当成一个名单 让来竞争 我们都知道韩国瑜已经不会去为了位置 去做什么事 希望是为大局能为平下来比较重要 对 对他能够影响影响大局嘛 嗯 要跟民进党这个这个好 这个这个恶势力要斗 要斗争啊 对谁都天下心亡 匹夫有责啊 对 何况这个有这么大的社会 动员能量的人 更有更有一个好比比我们 比我们凡人更大的一个好责任 的确哦 我们隔空对韩 我们我们韩先生喊话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 CTI321要请大家多多支持